素素 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 我很想你 上次是我没把握好分寸 说了不该说的话 遭受到疼痛时 有人撕心裂肺地哭喊 也有人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我不该鼓励你呐喊发泄 而是应该紧紧握住你的手 对不起 我走了 我上去都没吃了 嗯 放心吧 走了 走啊 说话阿姨 快走啊 我正在找工作 但比起工作 更重要的是找到未来的方向 我这当妈的多不容易啊 我辛辛苦苦一把尸一把尿的把你养大 啊 现在 你还来抢我的房子 你就是让我们全家人都死啊 我的命怎么怎么哭啊 你想抢我的房子 门都没有 我告诉你 这房子 我临死也不会过户给你 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 真是要气死我了 要你这么大 家里遭了难 你往这儿赔点钱怎么了 还非要抢这房子 我一直把他快活了 啊 真是没法活了 啊 真是没法活了 啊 真是没法活了 阿姨 你不该把钱给他们 他把钱陪给人家之后 他又跑出去了 他以前也不回家 他在家里又哭又闹的 他老哪有出息 姐 其实你不用给我买这些东西的 我现在打工了 也能赚你钱了 你的钱不也都被他们拿走了吗 你哪还有钱呢 姐 我知道你恨我 为什么 因为那件事我真的记不得了 对不起 你已经成年了 他还能把你怎么样 你还那么怕他 你这么混血吗 不用 你就住这儿啊 这么小 这本来就是个阁楼 这段时间我想挺多的 嗯 因为我自己的问题产生的负面情绪 不应该发泄到你身上 我也没有见过他 也不应该那么片面刻薄地评价 你俩的关系 是我不对 跟你道歉 你到上海就是为了来道歉的 别臭美了 路过 你就是 路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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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 我走了 真是你啊 我 我刚才在那边看着像你 好久不见 是啊 太巧了 你还记着这地方呢 是啊 第一次来钓鱼 还是你带我来的呢 那 那我是启蒙老师了 这是我的荣幸啊 不 这不影响你钓鱼吧 不影响 还钓就是享受等待的感觉 钓不钓得上来得看缘分 有道理 有道理 来 接着钓 行 你这年纪轻轻的 怎么还钓上鱼了呀 这钓鱼还有年龄限制呢 你也没比我大几岁 不是爷挺喜欢钓鱼的吗 钓鱼养生啊 动脑又动身体 又不至于那么剧烈 特别适合我们这种 肠子呆在办公室 脑子停不下来 体力又跟不上的中年人 你没那么懒 看着还行是吧 但真不如年轻那会儿 十年前通宵 蹦迪喝酒 第二天正上爬起来上班 现在可不行了 白酒都不敢喝 沾一点地上头 也不知道是酒不行了 还是人不行 所谓的好白酒不上头 其实就是杂醇少 酒里的甲醇含量高 不易人体代谢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喝百分之百的纯酒精 你不上头 那可不行 酒精会引起酸中毒的 会影响人体内的 假钠 氯等离子 造成神经损伤 你又开玩笑逗我了 还跟原来一样 一说专业就一本正经 一死不苟了 所以也像我这种情伤这么低的人 就只适合待在学校里 你毕业了吧 做什么呢 我除了读书也什么都不会 现在在申请中科院的一个 化学实验室的研究职位 不过还在等消息呢 这两天我怕自己焦虑 就出来钓钓鱼 中科院啊 无敌投地 无敌投地 这结果还没出来吗 在我眼里 搞科研的都是潜在的 诺本获奖者 你怎么样 还一个人单着呢 我现在就想着 能申请下来这个职位 其他的什么都没想 你呢 我 我就是胖了 不是要是像我这体重啊 执掌不跌 估计大家都开心了 我来帮你吧 我来帮你吧 哪能让客人动手啊 你们俩聊天去吧 两个人动作比较快 好 收洗这些吗 对 你呢 不会 是他让你过来考察我的吧 他认定的人 不管是谁的看法 他都不会在意 除非是你在意 我当然希望 能够得到收入的人认可 我总觉得 我赔不上他 我赔不上他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这是江泽工钓鱼 鱼上不上沟不重要 你就是来看看风景 放松放沟 心情 放松放沟 心情 钓鱼啊 还真的是挺解压的 以前没发现 我才发现啊 你这是江泽工钓鱼 你这是江泽工钓鱼 鱼上不上沟不重要 你就是来看看风景 放松放沟 心情 你就是来看看风景 我车在这儿呢 上次你妹妹一起 她现在怎么样 她 研究生毕业了 留上海了 估计得在那儿成家立业了 真好 今天能见到你 我很开心 我也特别开心 比调到红尊还开心 那我先走了 电话联系啊 好 我走了啊 拜拜